我是火鍋 串菜視頻人 甜水麵是我們試采的傳統小吃 調味是這道小吃最有特色的地方 甜水麵最重要的一道調料 就是複製甜醬油 需要提前煮好 醬油 烘湯 加八果 桂皮 香葉 小茴香 丁香 和撇碎的炒果 小火麥熬至醬汁濃臭 期間要不絲攪拌 放至腹底 熬好以後加蓋放至一天以上 過濾備用 接著來和麵 麵粉加鹽和清水 先揉曬成雪花磚 再充分揉勻 到表面光滑 再充分揉勻 到表面光滑 約8毫米的麵皮 撒稍許麵粉 再切長條 快堵 同樣是8毫米左右 等鍋中燒開碎 拿住麵條兩段 輕輕拿散 下入鍋中 麵條不宜救助 剛短筍就要撈出 下入鍋中 吃的是好 在麵上面一次加 ici 複製甜醬油 辣椒油 蒜泥 芝麻醬 花椒面 白糖 黃豆粉和蔬芝麻 拌勻就可以享用了 吃甜水麵切記不要太行 八分包就要得了 要不然把你蘸汗 為啥叫甜水麵 是因為它加了我們川菜獨有的複製甜醬油 吃起來是鮮甜厚麻辣 這種複製甜醬油還可以做中水澆和蒜一杯肉 甜水麵的貼點是它的粗和有嚼勁 為了讓它有嚼勁 首先我們肉麵的時候要達到三光 收光 面光 按摩光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要多肉兩次 這個樣子我們煮出來的麵才有嚼勁 甜水麵和麵的時候要稍微乾一些 我們每500克麵粉加230克左右的水就比較合適了 苦一點 強巧 換上 櫻 ур 我們 中文字幕——YK